食堂今天很高兴 请到了郑嘉诚小姐 也就是大家比较习惯称呼你的是 鸡排妹 其实今天你桌子旁边 有一锅的做料 还有一个锅 也是跟鸡有关系的 是的 并不是因为你名字 而且我们觉得今天很想吃鸡肉 好 你自己平常的口味 自己做菜有这个习惯吗 平常因为常常需要节食 所以就算在家料理 也都是非常简单的 蒸地瓜 其实是你工作上的必须是吧 是是 偶尔需要一些 穿着比基尼的外景节目 又或是写真节的拍摄 那要很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 还有盐分的摄取 甚至经常保持饥饿状态吗 不会保持饥饿状态 只是你的饮食会非常的无趣 那告诉我们一下 你每天就是要让自己 吃的青菜的重量 和你吃的肉的重量一样 因为你如果把 一样的重量的青菜吃进去 其实你很饱 你就不会想要再吃甜点或是零食了 而且又非常的健康 有没有你绝对忌口的东西 绝对忌口的其实是炸物 虽然叫做鸡排妹 但是我不太吃炸物 精致淀粉尽量不碰 对吧 也不喝饮料 所以你自己的克制力很强 是我的意志力是还不错 这意志力应该 跟你的自己的个性有关吧 对我自己就不可能轻易就就就就就就来了 不知道四伦哥对星座有没有研究 我是处女座B型 非常难搞 不处女座一般叫龟毛对不对 她喜欢在活在一个聚光灯的下面 或去吸引别人的焦点 这点你有吧 我想我应该是知道自己适合做这份工作 但不代表我很真心的喜欢这份工作 那就是B型 因为你既做又矛盾 然后把这矛盾当成自己的特质 是 所以自行烦恼 好 我要补充你 为什么我刚刚问你说你的自制力 因为其实自制力很强的人 往往从心理学的角度 他们对情感很能够自己把持住 是的 不会过多的过量 有时候会被人家感觉你是 很冷漠 对 你是这样子吗 我是 其实你内心是很热的 那你为什么会在真的感情人面前 你反而要克制自己不能流泪 要给自己一个强者的形象 给人强者的形象 我想你必须要温柔且坚定 大家才会跟随你 你喜欢别人跟随你吗 我喜欢 那又回到B型去了 是 我喜欢 但是我的这种跟随 并不是要强制大家 接受我的观点 所以我大力可以归纳出来 鸡排位 它是一个需要别人跟随 也喜欢带领别人的一个人 不过回到最开始的初心 我想要去带领 我想要有人跟随我 都是出自于奉献 嗯 我喜欢让大家快乐开心 如果我的存在能够让喜欢我的人开心 那我很乐意去做所有的事情 例如说这张照片 好 这张照片应该说这整组照片呢 是用来感谢大家在2019年对我的照顾 我就自套药包拍了一组照片 然后把原档都放到我一个云端资料夹上面 提供大家免费下载自己使用 很漂亮 不过看起来比你成熟 是 这一组照片的感觉会和一般的样子 不太一样 其实你本人应该很多人说 其实你本人看起来不是很成熟的 就是不是 不是这个比你的成熟感增加很多 是 就让大家感受一点不一样的风情吧 嗯 我们都忘了今天是来做菜 要煮菜 所以今天菜名叫什么 今天的菜名是剥皮辣椒香菇鸡汤 那因为剥皮辣椒本身呢 它已经有调味了 还有它的那种 有点麻而不辣的特性 一般的小吃店也不太会做剥皮辣椒鸡汤 因为成本也比较贵一点 那吃了一点 那剥皮辣椒呢在冬天的时候吃很好 就暖身体 那这个方式非常的简单 我们先准备 这是鸡腿肉 是 汆烫过的鸡腿肉呢 我们先把它放到锅子里面 接着剥皮辣椒市售的一罐 就加 加半罐 半罐也不少耶 对 但这个剥皮辣椒不用吃 你喜欢吃也可以吃 那是为了把味道给它提炼出来 接着呢汁也要加半罐 那不会太咸吗 不会不会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加很多的水 好 好 再来呢我们把香菇放进去 嗯 还有蒜头 好 这是鸡排美食谱 是 非常非常地简单 第一次公开介绍 对 再来水呢 我们就是淹过食材就可以了 淹过它 是 差不多喔 是 不是那么够 但差不多了 调味呢 都先不用 就这样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把它开火 先开大火 等它滚之后 我们再转中小火 那盖上锅盖 30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等它的 让它 滚了之后 你再盖上锅盖 然后再等30分钟 可是你知道 你现在自己的发展 你看 呃 我们看 就像一样这个节目 你现在自己手头上 有几个节目 目前呢 有四个节目 四个节目 从这个 比较社会性议题的 是 包括性知识 乃至于政治人物的访问 还有挑选新闻 提出你的观点跟解读 是的 这个范围相当的广泛 那 所以你到底想主持什么样的节目 是你最大的乐趣 最大的乐趣 其实像性知识的节目 提供给我很大的乐趣 因为我一想到 哇我们这节目 可能会让社会的爆裂之气给下降 好有社会贡献感 大家留在家里看 不是 因为我们 我们也是做中学 一直认为说 性不就是那样吗 哦 性治疗师来告诉我们 他们的临床案例 才发现 很多夫妻 会吵架 会离婚 就是因为性事不合 嗯哼 那甚至有些人 因为 学校不敢教 家长也不会教 从一些 可能片子当中学习到错误的资讯了 那用这个错误的方式去对待另外一半 导致两个人都不快乐 甚至造成一辈子的阴影 那真的蛮严重的 你自己的讲得很好 你还需要专家到你节目来吗 需要需要需要 因为这个真的是另外一个银河系的事情 嗯 我们刚开始想说 哇这个应该做个十集 就差不多极限了 哇 新世界 如果 我可以用影片的方式去阐述 多元神亚草案长什么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吸引大家 听我讲这个草案内容呢 因为真的很冗长 所以我就把那件T恤穿在身上 然后就边把T恤脱下来 里面只穿这件内衣 然后把它剪成一件背心 然后一边的阐述草案的内容 那真的有几百万的人收看了这个影片 你为什么要在日本吧 很像打游戏 你这个地图解锁的差不多了 我要怎么样增强我的影响力呢 我应该去解锁一个地图 这些的观众 你得到的回应里面 他们是对你的话题真有兴趣 还是很喜欢看你来谈这个事情 目前台面上有一点媒体知名度的女心 基本上没有人愿意主持这个节目 为什么 还是很多人会有一些偶像包袱吧 所以你的偶像呢 你自己 我没有包袱 也没有刻意的要去怎么样去经营 或者刻意的把你自己要做的 你有一个目标吧 没有 去年做了一件事情 其实像我刚刚讲到这个运动资料夹 我这个资料夹已经做了一年多 只要有人跟我许愿 例如说佳纯这张照片 我很想要元档 我想要大档 只要版权在我身上 我都会上传 给大家去下载 例如说变成他办公室电脑桌布 手机桌布 他看的心情好 那我就觉得我对这个社会有贡献了 所以在用这个资料夹方式 建立我和支持者之间的信任 他们信任我 他们就会相信我讲的话 那这个影响力累积起来 可以在某个时间点去使用它 例如说去年六月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那两百万人上街 那两百万人的声音 其实没有办法在每一家媒体的新闻当中出现 这个是篇幅有限的问题 不是记者不报道 所以我就把我当时 大约六十万追踪者的IG帐号 借给香港人 只要他们写信给我 我就帮他们把名字头像给抹掉 然后再上传到我的现实动态 我总共收到了快五百封信 那这五百封信 我都会好好的封存在一个区域里面 也算是小小的记载历史的地方 这是那些市民的心声 所以你刚刚讲的说 一方面你希望提供快乐给你的支持者 是 一方面就是你也希望累居一些你的追随 然后发挥到你的影响力 在一些议题的适当的时机 是 自己定位自己是一位艺人吗 我想公众人物会比较贴切 公众人物 因为我对表演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我看到你说你对那个唱歌什么的 没有 所以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是 但是你在媒体上有发声 而这个发声 你是觉得你对于某些的社会性的议题 特别政治议题 有独到的兴趣 我这样的解释对不对 是的 那在这个启发是约莫19岁的时候 有一个同性婚姻平权的团体 他就在这里寄了一件T恤给我 那他们说 佳晨如果你可以穿着这个T恤拍照的话 那太好了 那当时有 多元成家草案 我就想 如果 我可以用影片的方式去阐述 多元成家草案长什么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吸引大家 听我讲这个草案内容呢 因为真的很冗长 所以我就把那件T恤穿在身上 然后就边把T恤脱下来 里面只穿着一件内衣 然后把它剪成一件背心 然后一边的阐述草案的内容 那真的有几百万的人收看了这个影片 那慢慢慢慢的就发现 其实在这个容易被媒体关心 关注上新闻的体质 可以拿来做很多的应用 那不就是你刚出道的时候怎么样 刚出道一年 那那个时候到隔年有太阳化 刚出道的时候 媒体大概是解读在是 你那时候拍了一些广告 现在开始滚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转中小火 看起来是吗 挺香的 有蒜头跟薄皮辣椒 再加上香菇 最后可能等它差不多20到30分钟 整个肌肉完全的嫩了 最后就可以用了 没错 如果我要加一点东西 可以加什么 我有试过加蛤蜊 蛤蜊 用蛤蜊来代替盐巴 蛤蜊本身就有那个 海盐的那种类似的感觉 对 好吗 结果好吃 好吃 因为海鹿 薄皮辣椒其实百搭 它一直被忽略 它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我们刚谈到哪里 我们刚谈到 我2019年第一次接触到社会议题 主持人记忆力要很好 不能说的话 会被话题打断 还要回到那个主题去 我的意思是 媒体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那段案的过程当中 他们不是很了解你 但是后来慢慢知道 才知道你真的感兴趣 是 媒体只是在刚开始只是觉得 又一个 艾伯满面 对 一个人的 卖肉 后来发觉他们 越来越觉得 你不是因为要去 推动某种社会的议题 或参与某种社会运动 才在经营你自己 才在参与这个媒体界的表演 或争取这个主持机会 一种是刻意的 一种是 你只是 刚开始是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 很多人以为我碰政治议题 是因为 太稀少了 所以容易上新闻 蹭热度 所以我去碰政治议题 蹭的人挑战你说 你没有那个资格 或者没有那个准备 或者没有那个知识 来做这个方面的发言 是的 没错 但是 时间会证明 而且过了这么多年 大家会知道 我是真的对政治有兴趣 我也是关心的 我觉得你有时候的观点 其实是蛮独套的 对 可能是 嗯 有些时候应该是 要感谢 这些观点有没有 呃 你觉得自己有 事后要修正的 还是你觉得你观点到现在 其实蛮一贯的 而且 正不正确不重要 你表达出来就好 我想 我 我 常常会反省我自己 我每天反省我自己 我睡觉成会反省我自己 花多久时间 就是睡觉前 花个十到十五分钟 想想 今天有哪些事情做得不够好 我也是在睡觉前 就想 稍微规划一下 今天的事情 明天的事情 可是每次大家这个 三十秒我就 你就睡着了 对 所以你的检讨 真的是很认真地躺下来 要做一个检讨 还只是在睡前 做一个准备动作而已 有点像是 把自己的一部分抽出来 和自己对话 那是蛮刻意的 对 我是很认真的在和自己 开翻新大会 这个对你第二天 或对未来有帮助吗 会 会更谨慎的小心 那比如最近 检讨了什么 最近检讨了 主要还是在日本发展的部分 这有意思 因为毕竟不是我的母语 那我在日文学习上面 也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规划 例如说 我不是那么正统的在学日语 我也不参加任何的检订考试 因为我希望我的日文 不是那么的完美 你要保持一点外国人的感觉 是 一定要 但是我同时又要求 我的发音很自然 我不能发音 听起来像一个 还没有出社会的留学生 你要保留空间 让他们陪伴你成长 那我现在 你在日本有个你的艺名 对不对 要 叫什么 叫伊里 伊里 是 这是我的英文名字 好气又很响亮 是伊里 好 这个伊里现在在日本 你去日本的第二件事情 去日本发展 当然也要学日语 你又要保持你的 这个所谓的不完美 是 那你的日语怎么学 你完全自学吗 我大约是两年前开始想 嗯 我在台湾 如果我的声量一直保持在这个程度 那我又不喜欢唱歌演戏 我要怎么样增强我的影响力呢 网路线比电视影响很大 你放心 那我想那我要怎么办 台湾的市场 当然大家知道非常的小 我应该要去解锁一个地图 很像打游戏 你这个地图解锁的差不多了 我要去解锁另外一个地图 所以我开始学日语 那刚开始是在台湾上家教 再来是去日本做短期的日语学校 第一次一个半月 第二次三个月 第二次是在前年的春天结束的 一结束我就开始一直去拜访很多的出版社 公安公司 事务所 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跑了半年多 发现 原来最关键的和你的外貌 还有语言 都不是有最大的决正点 你要住在日本 有一点像是 为什么游民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工作一样 虽然我这个举例很极端 因为我明明看起来很像光鲜亮临的女艺人 但是游民他没有在这个县市有一个地址的时候 就不太会有人愿意雇佣他 你就不是住在日本 我没有办法用日本人的对待 去和你谈条件 我就先 不管怎么样 还是没有签到适合的公司就先租房子 一租房子 哇跟他们说 我现在在日本 有租房子了 我有地址了 对他要你个地址 真的就有工作来了 嗯 大家觉得说 你才是在那边真的有这个 打算在经营 然后我可以随传随到你 是的 对 最后他要信任你的这个决心 所以要先付出 那要我试着在日本 我一定会问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在日本发展 我都会跟他们说 我想要增强我的影响力 那你在你自己国家去做就好了 为什么要到海外来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人非常喜欢日本 那你到日本 怎么去增加在那边的知名度影响力也好 然后把它再回到台湾来 能够再把你烘托起来 请问你在日本要怎么做 他们的影响模式和台湾实在是不太一样 你需要为他们做事 而不是凸显自己的特色 因为我在日本的约 第一年我是指领最低的薪水的 最辛苦的其实是通勤 参加一个节目的录制 我必须提前七个小时到现场 我要坐电车坐三个小时 而且都是最早到 所以是和上班族们急 我甚至还有做过一件很恶劣的事情 我把我的包包默默的放开手 那包包不会掉在地上 你就是要多急 那你到日本怎么去增加在那边的知名度影响力也好 然后把它再回到台湾来 能够再把你烘托起来 请问你在日本要怎么做 因为日本太大 他们有很多地方电视台 你能够上全国都播送的节目 其实是日本出到艺人的0.0几% 跟台湾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很不容易的 是但我去年八月签了经纪公司 在年底的时候 有完成了去年的目标 就是上有在日本全国播送的节目 那这个过程当然有很多需要准备用功的地方 比如说 像是说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 那又是第一次在全日文的环境工作 一定会紧张 第一个要克服这种 你需要 也就是想要知道大家在讲什么的那种 警戒心要先克服 再来是你要先去预想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有时候你在传统里面那种 确确的感觉 人家一眼可能会看出来 你要把它藏起来 所以要 要做得很好 对 你要给自己很多心理建设 那去年我还拍了一部电影 日本电影 那大家都日本人 那只有我一个外国人 也没有翻译在 也是挺不简单的 忠言 这这样 我不讲什么 那个心酸面 你有什么故事能告诉我们吗 心酸面 比如说电影里面或者你上节目 你真的不能公开那些人可以告诉我们 你那时候碰到过什么事情 你只有强忍自己 然后还要把欢笑做出来 你有没有 我认为最辛苦的其实是通勤 怎么样 通勤 对 在台湾你根本没有这个困扰 我当时有个拍摄一周 每天我的通勤时间三个小时 我要坐电车坐三个小时 而且都是最早到 所以是和上班族们挤 沙丁与罐头的电车 你要化好妆吗 没有 你要贴很多东西吗 我再化个一半再过去 但是 那你就是 我甚至还有做过一件很恶劣的事情 我把我的包包 默默的放开手 那包包不会掉在地上 你就是要多挤 真的 我没有骗你 我真的很恶劣 我真的很恶劣 下车就拿着别人的走了 对 我在那边就是 哇 每天一个半小时过去 回来 再一个半小时回来 然后 你到了片场 记台词 然后面对整个电影团队 你就一个人自己在那边创 是 毕竟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就只能做到最好 在日本上节目 是 在日本的媒体上出现 跟你在台湾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当然除了日文之外 最大的你觉得不一样 例如说 我们今天来到大云食堂 我装法好的过来呢 我可能 开录前15分钟到就可以了 但是我在上个月去 参加一个节目的录制 我必须提前7个小时到现场 那这个 也许大家会觉得 到底辛苦在哪 但是自己 跟自己的对话的时候 会觉得 唉 你就在台湾 不是他要求 是你自己要求的 不是是他们要求我 前7个小时就得到 所有其他的表演人员 也对话 都是 他们的准备的细密 非常的缜密 而且我们去拍外景节目 我今天要跟观众讲一下 今天我们的录影 你前一个钟头就到了 这证明那个习性 的确有影响到你 我会 我喜欢准时 但是 前7个小时 对我来说是有点冲击的 因为我在台湾 大家都等我 我去等人家7个小时 他们是对专业很要求的 很严谨 是我们去录外景节目 我很佩服他们是 他们没有让主持人等 嗯 例如 他的第一间店 我们移动到下一间店 一到第二间店 所有灯光都打好 他都准备得很好的 对 那当然制作成本不一样嘛 我们不能够对台湾的环境太严格 所以你到现在的发展 有半年多了 半年是 半年多了 到现在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让我更珍惜在台湾的生活 以及工作上的待遇 因为我在日本的约 第一年我是只领最低的薪水的 不管案子有多少 我都是领最低的薪水 这段苦日子你希望能够换来什么 就是高的知名度 我觉得日本只要有10%的人认识我 10%? 相当多耶 就可以了 因为日本有13000万人 对啊 10%就是1300万人 我们台湾才2300万人 我想他们的 营运模式和台湾实在是不太一样 你需要一直的存在 然后为他们做事 而不是凸显自己的特色 为他们做事什么意思 例如说这个节目 他就需要一个台湾来的人 来聊这件事情 或是说我们这个节目 这个外景就是希望 他们有没有对你自己个人 有很多的话题想聊 他们对于我的主持内容 非常的震惊 因为这么的广 那他们还有一个震惊是 你在台湾过得这么好 你来这边过苦日干什么 你刚刚讲说他们知道你有主持政治的人物 他们知道 他们觉得很有趣 哇你从政治家聊到性话题 他有没有教你谈台湾的政治 不会 他们自己也是挺保守的 其实艺人根本不可能聊什么太多的 像你这样子的一位艺人 或者一位主持人 带着很高的期待性 在踏上一个异国的国家 而且有明确的目标 是 你在走这条路 我们可以看看 检验你 你应该在网站上随时做一个公众报告 对 艺莉今天做了什么 这半个月我达成了多少 然后大家 而且台湾的粉丝其实很开心 嗯 他们非常支持我 然后看到我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把这些小目标达成 大家是很替我开心 然后他们也觉得 啊支持鸡汉妹真的太好了 这种感觉 等一下我们看你的鸡汤 现在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好我们先掀开 真的是蒸腾滚滚 哇 好香耶 很香吧 尤其这个 这个 香菇找得很好耶 我觉得味道看起来很棒 我先来试一口汤的味道 感觉下需不需要扎盐 好 我觉得可以不需要扎盐 喝起来会有一点像 凤梨苦瓜鸡的感觉 为什么会里面没有凤梨啊 对 但是剥皮辣椒 它就是有一个神奇的魔力在 非常的可口 这个 我要好好的尝一尝 对 真的不要加盐 对啊 它已经咸味都够了 是啊 加盐反而会把它的咸度破坏掉了 相当新鲜耶 没错 剥皮辣椒也可以切小块 想吃的人就可以咒口 等一下我们甜点 其实今天来 听了刚刚你在日本的发展 然后 所以现在你的自己的工作目标 算是在日本吗 还是在台湾两地 还是两边间距的在发展 两边间距 所以我很常搭深夜的飞机 哦哼 很多人会是在自己的国家混不下去 才会想要去别的国家发展 但是会有一个风险是 经济上面的考量 因为你没有经济的后援 那你在另外一个国家工作的时候 就很常没有选择 其实你刚刚讲的 很多人在国家混不下去 那才是你真正讲话的方式 你讲话蛮直的 对啊是啊 但是我觉得混不下去 混不下去不是一个负面的词 有可能是他认为 台湾的薪水都太低了 他没有办法 所以他想要 立谋高就 到外国薪资比较高 讲话其来之去 有没有让你在这职场 得罪过人 当然会有啊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你这么性感啊 可爱啊 一定有很多人追求 你真的是没有 但其实没有 现在这样都已经这么难找对象 何况是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我天哪 我会单身一辈子 反渗透法要不要修改得好一点 真的太草率了 嗯 是刚开始我 并没有不去 中国发展 我反而认为 如果我在这种 有一点点声音的话 我可以把 台湾的民主介绍给他们 耶 然后很快的 我就被封杀了 讲话其来之去 有没有让你在这职场 得罪过人 当然 会有啊 一定是会有 嗯 不过通常我得罪的对象 好像 大家也都蛮讨厌的 所以 哈哈哈哈 所以 一直相安无事到现在 所以 那我如果 你是挑对象得罪吗 我没有挑对象 那也许我就是正在正义的一方啊 这就很危险了 你为什么 你凭什么知道你是正义的一方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善良跟正义是两回事 我同时兼具 善良人也可以做坏事 我同时兼具 哈哈 这么自信 是 那我现在就有这个 这个 善良给你做个访问 好 要不要 好 善良人一定会成功 善良的人不一定会成功 你做的最善良的是什么事情 我做的最善良的事情就是 我让很多 没有能力工作的人 还是继续有工作 比如 因为 慢慢慢慢 开始主持节目 那当然整个团队的重心 会越来越偏向 以主持人为主 以主持人喜不喜欢 因为毕竟主Key嘛 主持人录的不开心 整个节目就不好看 但是我还是会 考量到说 嗯 我不能把话讲得那么的直白 或是这么的伤人 或是伤害到 他们的自尊心 当然我是很希望就是 所有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都不要出来上班 不要来危害世界啦 不要来危害世界啦 你到底在说什么 因为你知道没有能力工作的人 他们就是来捣蛋的 他们就是把所有好好的事情给摧毁 所以你所谓的善良就是 那些人 每个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 他们做了一些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我选择 不去公开的讲 因为毕竟我的话语权 和他们的话语权是 不平等的 有什么事情曾经让你的善良 突然 到了底线 你觉得你不能忍耐了 有没有这种 虽然善良 我越来越能忍耐 以前很常就这样 叭叭的讲出来 去抱怨 后来发现虽然 的确我 让大家知道 整个事情的真相 好像感觉是替自己平反 但是这个过程 会让我之后更难做事 或是有些人会开始害怕我 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 不愿意跟我合作啦 或是对我有成见啦 那我又要花很多很多的心力 去证明自己 那这样 不太划算 所以你的善良已经开始有修改了 没有修改 就是应该说以前还 不知道后面会这么麻烦 现在知道了 就会越来越善良 就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算了 就自己忍吧 自己吞进去吧 你觉得你自己 真的很能够代表这一世代的 台湾年轻人的看法 在政治事务上 我从来都不会说我是 或是年轻人代表或是 可是你不说你要带领吗 嗯 我只代表我自己啊 我相信我自己的选择 比如说那些选择跟着你走的年轻人 或任何的观众 他们应该可以来问一下 你要把他们带领去哪里 要把他们带领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下 这个应该他们可以问吧 这个带领其实不是要操纵他们 跟我想的一样 而是我让他们看见更多的资讯 例如说上港反送中那些人的心声 我不是都只投稿一种声音而已 可是所有人只要写信来 我都转发 那我也不写评论 我不去影响大家的思考 而让大家自己看了这些人 他们的性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不管认为 他们就是报名 还是 天啊台湾不能成为下个香港 都是自由的选择 我的带领只是让他们看见更多 利用我的话语权 去展现更多的资讯量而已 我想我只是一个中间的螺丝 小小的零件 不过这个带领的角色 也有人一定跟你也请教过很多了 就是这带领角色也可以变得很大 你有没有想过认真的真的想过 我知道你提出很多条件说 我真的认真的我问一下你 你真的有没有期待自己有一天 真的有一个公职 在让你做一个舞台 你有想过这一天 例如说从政吗 任何 其实我 从政代表 对 任何的方式 我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奉献在 大家都是给予鸡排妹这个角色 但是真正的自己 我还是希望可以 步入家庭 然后生小孩 那我知道在台湾做一位女性的 政治人物 其实会让结婚变得更难 会让经营家庭变得更困难 我们可以举出各五百分之五十的例子 但有百分之五十的例子 他们家庭跟他们的公职生活 是坚固的 基本上 你觉得很困难 应该是说 因为我的身份又有两个身份 从艺人 从公众人物变成政治人物 这个会难上加难 因为我现在的状况 我找对象都很难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你这么性感啊 可爱啊 一定有很多人追求你 你真的是没有 但其实没有 大家怕我 怕我的名声 怕我的 可是让人家怕 怕不是也是应该是你觉得 我没有特别 应该说我本来就 我私底下是真的比较严肃 而且我连一个笑话都想不出来 跟我相处肯定是有压力 不管是在各个条件上面 肯定会有压力 不管是聊的话题啦 收入 或是成就 或是比较等等的 你的要求很高 我不用去要求对方 对方就 怕的跟什么一样 所以 因为他觉得你的要求是合理 现在这样 都已经这么难找对象 何况是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天哪 我会单身一辈子 我还是渴望有家庭的 所以如果这个家庭的事情 如果有一个很成功的话 但你问来这个人生目标 这个包括在公益或政治上面 不排除了 我给我自己在40岁的大目标 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基金会 但是要达成这件事情 前面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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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关卡 推动什么东西的基金会 帮助弱势儿童吧 以这个大方向 那你说要帮助本国还是海外 那个我们再讨论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 先以自己国家的儿童为优先 我就是先设一个大目标在那里 那往这个方向前进看 如果要达成的话 需要做些什么 那也许 从政是一个能够让这个目标 更有可能实现的方式 我觉得跟你来这个交往的一些年轻人 不管他们是不是感情上的一个 未来可能伴侣 很困难就是 你的思想太多面了 对 是 那会不会给你自己带来很多压力呢 我不会 但是我身边的人一定有压力 所以我才说 现在找对象都这么 他有劝你集中做一两件事先好 不要规划那么多 我的确把大目标先放在最后 日本 那现在就是专心把日本跟台湾兼顾好 尽量不要造成两边公司的损失 所以我必须要一直飞一直飞 所以这七年来讲对你应该是 很有收获的七年吧 很有收获 我真的觉得我非常幸运 是拥有大家的疼爱吧 最低落的是刚开始的时候吗 社会有些人对你的误解 因为我一直认为其实 艺人有一个优势 就是你很容易的接触到很广大的族群 你主持一个节目有多少人在看 然后你一上媒体有 哇 可能整个台湾没有人不知道你是谁 是刚开始我并没有不去中国发展 我反而认为如果 那时候很天真啦 如果我在那种有一点点生意的话 我可以把台湾的民主介绍给他们 耶 然后很快的 我就被封杀了 然后甚至去香港被遣返 那这个过程让我有一点点低落是 我实在太天真了 然后再来因为去 中国发展这件事情 也会有一些台派支持者的声音 认为我是在两边都利用 他们的不理解的确在当时的 那个年纪的我有点无法承受 需要很多时间消化 不过都没事了 因为时间能够证明一切 所以你的思想最中心的是什么 我希望我的存在 能够让喜欢我的人更快乐 那这个更快乐 那今后你 来我们这个甜点 刚好 陪陈你刚刚这个 哇好可爱 你刚刚讲的这些事情 包括了 反胜中的花言 在香港或者两岸这些事情 有没有些人 你会最关心什么 我应该会很关心 反胜透法要不要修改的好一点 他真的太草率 上来真正的节目 隔壁的隔壁突然 有个人说煮石头汤 就他们太学者了 有些人还不太懂 我懂他想要讲什么 但是我会很担心的是 嗯 你如果觉得煮石头汤 是一个有趣的梗的话 那真的太适合 新年黑暗的谷底 我是怎么样子 爬起来 爬出来 然后我还在 然后甚至很多人会 去预言说 你红不过三年 你红不过五年 我看你能消灯多久 我还是在这里 我应该会很关心 反胜透法要不要修改的好一点 他真的太草率了 嗯 那有些国民党人说 民进党会自食恶果 当然那是他们情绪性发言 但你要认真的说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所以你平常很关心这些 新闻的评论这些发展 我会 你会做很多功课 嗯 就稍微看一下看一下 因为毕竟要找新闻嘛 台湾的政治评论家的水准怎么样 你觉得 不必点名 评论家的水准 我想 啊 值感好的人 他们 跟民众有点 太遥远了 哈哈 那应该他们怎么来改善 就他们太学者了 没有办法 他们的 说话方式就那样 上次市长选举前 上一个政论节目 上一个政论节目 我就聊到了某位候选 他这种比较 清明的说话方式 然后 隔壁的隔壁突然 有个人说 煮石头汤 他就讲了一个煮石头汤的故事 大家听不懂 煮石头汤 所以呢 有到现在也不太懂 我懂他想要讲什么 但是我会很担心的是 嗯 你如果觉得煮石头汤 是一个有趣的梗的话 那真的 不太适合 哈哈 我觉得 我很想从今天的访问中得到一个 跟台湾这一代的年轻人 来做对话 无论是哪个行业的人物 也许特别政治人物 他们最重要 最重要你的经验 最重要应该追求的原则是什么 我希望给大家 就以身作则嘛 我不是一直在台湾这样 混来混去啦 然后爽爽过啦 我即使在台湾被当做小公主一般 但我还是去开创一个 有点看起来很难的目标 好 整体力行 然后慢慢慢慢的达成喔 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梦想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先去设很多的小目标 在达成的过程当中 获得成就感 然后让你自己可以更坚定的走在那一条路上 那还有当然 如果看我这过去七年 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啦 那些黑暗的谷底 我是怎么样子 爬起来 爬出来 然后我还在 然后甚至很多人会去预言说 你红不过三年 你红不过五年 我看你能嚣张多久 我还是在这里 我光是一直保持这个声量就足以带给很多人的信心 因为的确我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也不太会演戏 但我还是能够在这里 有你刚刚讲好很像那个百万大军的元帅一样 杀过来了 我就是我怎么样 我就是在这里 我真的觉得我只要在这里 我才问这样的声势 因为我这七年声势从来没有低 也突然没有变高 就一直在这个区间 你的心情就是靠自己 有没有其他人 你觉得你要最感谢或者你最支持 就是你自己的 每天靠着自己的检讨吗 我只能说如果你想要变得很强壮也好 或是很坚强也好 可能要去审视自己的本质 因为前阵子有很多新闻在讲说忧郁症自杀 那开始有很多大传系的学生做自己的新闻 他跑来采访我说 我想问一下你要怎么面临那个网路上的霸凌啊等等 别看 我说其实大家一直都误会了 因为你知道写一些心灵鸡汤的作家 他们会教大家如何训练自己的抗压性 但是我想说是抗压性根本无法训练 那个是决定好 在你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 只是如果你原本是一个心灵很脆弱的人 你可以透过这份工作带给你的成就管 或是你家人朋友给你的支持 来继续撑住或是继续的走下去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很脆弱 然后你又要告自己很坚强的话 那一定会得鱿鱼症一定会越来越痛苦 所以还是一句话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那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就是 我很适合做这份工作 然后我非常的自我 不适合做工作的人千万不要去那份工作去 真的不要 造成别人的痛苦 是是没错没错 而且我还有一个 你说像段哥说我感谢的人 我对亲情是没有太多的连结的 我也不是很依赖家人 甚至有很多年都没有点落 那也不太造成我的烦恼 最想感谢的应该是我的经纪人 我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到现在 那帮你安排 他不管 他非常的纵容我 然后配合我 因为他很了解你的内心 他就是放手让我做一切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我发现了什么错 也是他要擦屁股 他还是从来没有感受过 其实抗开心再高的 做一个很坚强的人不容易 所以需要常常和自己对话 跟反省 反省大会是必须的 很好 反省 就因为晚上睡觉前反省这个有用 有些人会睡不着 但像段哥睡得很好 看一下你自己 我是OK 我是睡不着我还可以 就是去做 然后我觉得 那个支持就来了 肯定 而且做给你的支持者看 我的支持者还蛮多人 看我这样 然后就 终于下定决心去海外读书 或者去闯一闯 这支持者应该不分年龄吧 不分年龄 我很开心他们 因为我的影响 而去跨出了人生的一步 是不是男生比较多一点 也有女生 我知道 也有女生 那我的TA大概九成是男生 所以我做性教育的节目非常好 对啊 因为这些男生就不会 用错误的方式对待他的女伴 或是男伴 那道理 而且你影响了两性 我真的觉得 我做这节目太有社会贡献感 希望你将来有更多的 特别在今年更忙碌一点 谢谢啊 所以吃这个 好 挺好吃 他买了 我猜你平常也是很少吃的饮食 没错 下来 太久了 下来 下来 安 下来 下来 下 下来 等材